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伦敦是一座繁华与浪漫艰巨的都市 在欧洲历史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曾经的伦敦奥运会就全方位地展现了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交相辉映的浓郁气息 相信关注过伦敦的朋友应该都听说过 那作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修建地标建筑轨道塔 近两年来它又散发出了新的魅力 因修建了178米长的巨型滑梯而闻名全球 伊丽莎白奥林匹克公园本来也是伦敦一个著名旅游地 但由于心脏地带的轨道塔而变得更受人欢迎 尤其是这个刺激体验设施建成之后 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这个滑梯总高度76米 旋转长度总计178米 在试行期间 最快滑行时速达到了24000米每小时 最初人们搭乘电梯下塔 起码需要10分钟以上 但如今要是有勇气乘坐滑梯到达塔顶 则仅仅需要40秒左右 这样迅猛的速度带来的便是惊心动魄的体验 原来的轨道塔并不那么受人们待见 因为它的造型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就像一根歪歪扭扭的大麻花 没点艺术天赋还真看不出美感来 一开始人们来这参观 只是为了去塔顶欣赏伦敦繁华的美丽 而现在多了一个体验项目 登上塔顶的游客便增加了许多 甚至就为了挑战一下高空滑行观景 在体验之前 工作人员会为每位游客做安全保护措施 尽量避免滑行意外 让人们在愉悦刺激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但也有网友表示 这样的高空滑梯太吓人了 给钱也不愿意去玩 你们对此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